我们刚刚听到是侯友宜批评对手 认为他们到了选举的时候 政策就会改变 不过我们要来看看 则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总部 今天则是由发言人郭亚慧 还有客家歌曲制作人 柯志豪共同召开记者会 要来公布他们的客家竞选歌曲 好 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赖清德阵营 所推出的客家竞选歌曲 事实上在这回选举当中 蓝绿白都要抢攻客家选票 那么赖清德呢 他除了今天公布了客家竞选歌曲之外 事实上他之前就曾经有喊出说 要提出这个桃竹苗大溪骨计划 甚至还说要推动客家希望行动 让台湾成为客家文化中心 都是希望可以争取客家选票认同